本赛季斯伊罗从尤文图斯回归老东家曼联拿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,不过这位已经36岁的老将,似乎是陷入某种魔咒,经历了赛季初的强势后,曼联如今又是一地鸡毛,索尔斯克亚也是因此黯然下克。 同样的上赛季,在尤文斯伊罗也是陷入难堪之中,不仅联赛无缘冠军,在欧冠赛场也是早早出局,而最近尤文上赛季的纪录片也是爆出令人惊讶的一幕。 尤文图斯在上赛季欧冠小组赛阶段显示出了不错的状态,在缺少C罗的情况下,小组赛首回合面对巴萨虽然以0比2失利,但是随后,次回合的较量中,满血回归的他贡献两球直接复仇巴萨,在与梅西多年之后的交锋中还是略胜一筹,而在淘汰赛的首回合,他没有想到困难来得如此之快。 淘汰赛遇到波尔图,这是大家都认为的上上签,波尔图被普遍认为是一块肥肉大礼包,然而老将佩佩和他的球队可不这样认为,首回合波尔图主场就给尤文图斯来了一个下马威。 先是伊朗神风塔雷米,利用本坦库尔的失误,开场一分钟就打入一球,之后在下半场开场,又由马雷加再次快速打入一球,而小基耶萨打入一粒宝贵的客场进球,保留住了比赛悬念,大家都希望着回到主场C罗能够复刻他在以往欧冠赛场的神迹,再次逆转比赛。 回到尤文主场,很不幸开场尤文就再次失误,由德拉米尔送点波尔图,此时总比分已经来到了3比1,这意味着尤文图斯需要打入至少三粒进球才能完成逆转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C罗显然感到不满,在中场落后进入更衣室,显然不是这位坐拥五个金球奖的球员能够接受的,根据视频资料,一进入更衣室,他就对全体队友开炮。 我们踢得太差了,我们根本没有在踢球。他一直在不断重复这段话,而这时队友夸德拉多显然不满,他直接发话,你是我们的榜样,你要做出表率。 C罗不满队友表现发怒而这时葡萄牙人才醒悟过来,他再次强调自己也在内都踢得好,他们需要更加用心对待这场比赛。 而最终结果大家也是都知道了,面对波尔图,虽然此后他们凭借小基耶萨成功反超比分,但是最终,在一次争议性的任意球,发球中C罗由于躲球而让对手打进一记任意球,从而扳平比分,这也使得他们的客场进球比尤文多,尤文再次需要打入两球以上。 此时已经90分钟了,最终虽然拉比奥打入一球,还是不足以改写比赛局面,尤文图斯3比2赢了比赛,却以总比分客场进球少,而输了整个对局。 如今纪录片中的这一小部分片段,也算是让人们了解到当时更衣室里的紧张氛围,而夸德拉多也是在C罗离开曼联之前,和他一起合照发文祝福这位球星,比赛场上有争端但是场外还是朋友。